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 没有念过多少书的人 甚至不是字的人 谈虚老法师 《影城回忆录》里面讲的一个晒蜡烛的法师 名字我忘掉了 三十年前我在香港讲经听说的 这一个出家人 香灯司 香灯司就是大殿里面的香油 灯 蜡烛 烧香由他来负责 他管这些东西的 六个月天 大家晒衣服吗 寺庙的经书都搬出来晒 以前是现状书 这个经要晒的 每年要晒一次 有人跟他开玩笑 香灯司 你那些蜡烛 也都拿出了晒晒 你看他真老实 他就把蜡烛搬了晒 他一晒到下午 全晒化掉了 没有法子了 晚上上完课的时候 就拿了个化掉的 那个灯芯去去点 没有一个不笑他 我一闹思到方丈 那你学习怎么办呢 他笨到这个样子 方丈厉害啊 方丈是认识人啊 这个人可以造就啊 这是个人才啊 方丈说好了 换掉他 叫他不要叫当相顿司了 叫他到阿域王寺 去拜释迦牟尼佛室里 一天三千拜 规定他 拜释迦牟尼佛的学历 拜了三年 他开悟了 他能做诗 他能做记者 他能讲经 什么都不会变成什么都通了 那是什么 古今中问 真正成功的人 秘诀 他居足了 这个秘诀就是六个字 老实 听话 你看他老实啊 听话人家叫他摔大树 他就拿去摔啊 他真听话了 真干 人只要有这六个字 就肯定有成就 我们细心就观察 古今中问 凡是成就的人 肯定具备这六个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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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